这位同修有两个问题 自从修得净土法门后 深心欢喜 发愿往生西方净土 一心持阿弥陀佛 圣号 真心赞叹阿弥陀佛 他是唯一的皈依 但是我每一天做早晚课 唱忏悔记等 眼泪总是流下来 请问师父 是否我罪业深重 这一桩事情在《无量寿经》上有记载 您经念得很熟 你一定能够想得起来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听到佛号 听到凡辈 往往受感动流泪 这是过去生中善根的现象 换一句话说 过去生中 你曾经修学过这个法门 当然你没修成功 修成功 你到西方世界就做佛了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没有能修的成功 这一生又得人生 又遇到这个月 自自然然内心里头受感动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应当要认真努力 不要放弃这一次的机会 希望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有成就